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李燕团员中弹下车 陈冠林一时四字发声 粉,又哭又笑 三立台剧一家团员热播 最新一级李燕和陈冠林纷纷中弹 其中李燕送一抢救无效 骨灰洒向大海 观众看得相当不舍 对于剧情走向领便当 其实是因为李燕戏外要进行声带手术 还有要忙副业 才会提前下车 至于独自活下来的陈冠林金 28日透过社群平台发声 陈冠林28日在脸书 IG打卡美提合兵公园 并晒出六张照片 是与其他演员的同框画面 其中还有半鬼脸的俏皮模样 文字部分他表示每天傻傻的过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粉丝给他打气志诚哥加油 叶佳加油 冠林哥天气炎热 注意阳光直射 记得要多喝水 做好防晒 千万别中暑了 辛苦了 加油 傻人会有傻福的 天热多补充水分 辛苦了 昨晚傻傻的志诚让我又哭又笑的 傻傻的志诚讲话很可爱 希望可以有多点傻傻志诚捉弄坏人的喜 拍戏辛苦了 冠林哥加油 剧情中陈冠林不顾身上的伤感到海边激动大喊 我来了 彩虹是最温暖的祝福 海浪是最美丽的力量 含着眼泪坚强和李燕说再见 网友一边猜新女主角人选 一边直呼还我最爱 舍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 陈冠林之后的状态似乎生了病或是失忆 加上这次偷出的新照片 究竟接下来还会如何发展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请 一定要准时锁定三立台湾台一家团圆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